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接下來我們會跟大家談談旅遊業對於發展中國家和已發展國家的影響 即是我們經常說的Developing Countries 或者是Developed Countries 旅遊業去旅行旅客的選擇或者他們當地的配套 在全球化的發展之下會不會受到不同的影響 Hobby仔問一下你了 你去過很多地方旅遊 我稱你為一個80後的旅遊探險家 不如跟我們分享一下 有沒有在發展中國家 Developing Countries 旅遊的經驗是令你對於那裡的文化了解特別深入了 我有一個挺特別的經歷 我曾經去過北非的茅尼塔尼亞 其實那裡是全球最窮最窮的國家 那時候因為我很喜歡探險很喜歡挑戰 我知道他們有一輛火車 那裡的鐵礦會用來由一個地方運到首都 然後運出去 我那時候想去山漠 這些用最低的成本 或者是用最簡單的方法 給自己多一點經歷 那裡他們會 當地的人是會用那輛鐵礦車 來運自己的物資的 例如他有些羊 想由首都運去那裡 他就丟一些羊 在鐵礦車那裡一起去運 是那些後面很多個車卡 然後他們的貨物都運進去 當地人都會這樣 自己跳上那輛車那裡 然後一起坐那輛火車 那我就見過網上 有些其他的backpacker 那些遊客 他們都是用這輛火車去坐 那我就跟他們去試一下 去用這個方式 那時候我是帶著我的單車 和我的行李 那時候我是拯救了一隻小貓 所以我就帶著那隻貓 和我一起去上這輛火車 那我就體驗到 原來當地居民 是用這些方法去生活的 那種生活真的很特別 因為那輛火車 我那時候坐的時候很辛苦 因為那些風沙又吹進來 因為是沙漠 然後再加上 其實那些鐵礦是很骯髒的 我出來整身都是鐵粉 整個人是銀色的 然後我很驚險的經歷就是 我那時候到站了 因為之前那些站都停很久 然後怎知道我那一站 我一扔下了一單車下去的時候 已經開車了 那我平靈火龍 立刻跳回上車去 救回我的貓貓 然後差不多是跳下車的 拆損了一點點 但也不是很傷的 但也是一個很期待的經歷 就感受到原來當地居民是會有這麼特別的習俗 就是文化很不同 這個就是在一個發展中國家的經歷 那請教女大樂教授 在一些已發展的國家或者發展中國家 他們通常去吸引遊客的方式 會不會有一個很大的差異呢 發展中國家就可能會多些去想一下 就是他有幾樣秘密武器 一而就是他 他還未是很全面的城市化 或者是很全面的現代化 於是他就會想一下 怎樣將他們的後花園 陽光與海灘的天然資源 提供出來去吸引你 那這個是一種的方法 另外一類的情況當然就是 他會想一下他自己原有的文化 或者可能是他的其他的 你可以說歷史那方面的資源 是可以怎樣去吸引你去那裡 旅行的興趣呢 而遊客 很坦白地說 我們確實作為一個遊客 是一些很古怪的人 就是你平日在香港 你可能會覺得很多事情 你都會不複去做的 但你一變成遊客的話 你就很多事情都會去做的 例如在座的同學 我必須承認 我是那些去到哪個城市 然後有人告訴我 那個是摩天大廈 上上高有一個觀景台 我都會去那些人 所以我在上海 我是去到上海那個塔 東方明珠塔最高的球去看的 雖然我答案告訴你 其實看出去是沒有分別的 不過我都會去最高的那裡 看一下 因為我是一個遊客 那遊客就很多時候 會有這些各種的興趣 譬如舉例 如果你去老窩 早上其中一樣的 很多遊客會觀光的一個活動 就是去那些僧人去化園 就是給他一些飯 米也給他 坦白地說 你要尊重別人的宗教 但是也有很多遊客 會特地 酒店會安排你 買一袋 這些有關的食物 去給他 但是他早上六點鐘 起床要去做這件事 那你說這件事 本身有幾 就是 不可不做呢 其實也沒有什麼 不過 它作為一個文化的元素 那又確實你 平日你自己的生活 那裡沒有 它就會吸引到你 產生興趣 很多發展中的國家 都會想這些方面的資源 以發展中的國家 當然就會很不同 譬如現在近這三十年 我想發展得很快的 就是城市旅遊 很多的大城市 它本身都會利用幾樣的元素 包括他們的博物館 包括他們的城市的建設 譬如由摩天大廈 到可能是主題公園等等的東西 它都會吸引到很多的遊客 甚至到今仙 當然很多的發展中的國家 甚至將他的體育運動 都變成了一種旅遊資源 譬如今仙來說 你去英國 英超會是一個很吸引你去旅行的 其中的元素 所以他們都有不同的方法 去吸引遊客 薰先生 請教一下 在你們去接觸一些旅客的時候 會不會有些人是故意 我就是要找一些發展中國家 我才去的 以發展的我不會去的 其實我們做一個旅行社 我們就不會讓客人帶著我走 我們是一定會帶著客人走 我們做為一個旅行社 我們一定要知道 那個地方 那個接待能力夠不夠 如果我做一個推廣 原來我只是做得一百個人 我們是不會做的 那個推廣是可以做十萬人 我們就會這樣做 所以呢 如果一些是一定要選一些 真是未發展國家 好少人去才去 一般我相信這些 他們都會選擇了自由行 好像背包的客人就很喜歡 不過只是說開發展和未發本 未發展國家 我想起一個挺有趣的問題 發展了和未發展的國家 跟做同一件事 效果是不同的 我想說是簽證 大家去越南需要簽證 去北韓需要簽證 那些簽證費 即是未見官打三十萬 北韓收你千多元 韓國都收你六七百元 但你想想你去美國也要簽證 是要收你千多元 不過去美國 雖然千多元 難簽麻煩 你都會 都要排隊 但去北韓 所以很多未發展中國家 其實說下去是挺笨的 他們為了賺這個簽證費 其實自己是難了 一班客人來他們那裡 相反地 美國是全球最多的旅客 他反過來 我要篩選你們 你先付錢 這是很大不同的分別 我又問Hobby仔 在你旅遊的經驗裡面 你有沒有看到一些旅客 去到一個地方 對於那個國家的居民 是帶來一些不好的影響 無論在文化交流 或者是 你知道 有些旅客 很激烈的 可能無端端走入人家的 我其實都有遇過 你的經驗 有沒有見過一些不好的影響 我深刻一點的就是 其實我之前會有一種叫 courserving 就是沙發衝浪 可能和一些 有些人會願意把家裡 例如家裡多了一張床 多了一間房 或者有一個沙發 因為想和其他不同地方的人交流 他們就願意邀請一些 就是人家可以 例如我想過來一些地方 可不可以來你那裡睡 去認識朋友 是一個交流 其實這個是一個 我也做過很多次的 也都是認識到很多很多新的朋友 一些旅遊的方法 但是有些人就會把這件事 當作是一個免費的住宿 我見過有朋友去到的時候 他跟我說過 曾經有些人來到 跟著好像想 有些人在那裡睡 來到之後是完全不理會 那個人 又跟他有交流 那就是一個很不負擇 很不尊重的方法 例如我呢 我每次去到 其實那時候我去一個長途的旅行 去很多courserving的時候 去朋友那裡住 或者去一些courserving 認識回來的朋友 我們叫做 去一些host那裡住的時候 我會帶一些禮物 我很喜歡就帶筷子 我去到每個地方 我就送一雙筷子給他們 我以前是 我的工作是 熊貓的訓練員 我那時候就會 對筷子還要有熊貓 人家就一定記得我 而且很認得我 這個是一個交流 還有我通常都會 小小的都會煮 就是問一下他們 然後嘗試煮一頓飯 給他們吃一下 煮很少 可能炒個蛋 但是都是一個很 會一個 真是文化的交流 教他們用筷子 去聊聊天 好 那就著 剛剛我們所說 我們旅客 怎樣不會影響到 當地居民的生活 陪到也有同學 就想問一下教授 政府有沒有一個角色 可以平衡到 旅客的需求 而不影響 他們當地居民的 日常生活 例如一些措施 或者怎樣 最近期我想 即將會實施的就是 澳洲 澳洲在 整個國家的中部 有一塊很出名的石 叫I.S. Rock 一直來講 以前的旅遊 就是用去爬那塊石 雖然那塊石 爬會面對很多挑戰 因爲不知道那塊地區 有很多烏鷹 所以甚至你買一頂帽 可能令你不會 抹開口 讓烏鷹走進去 要做這些措施 但因爲原住民 對那塊石 本身有一些很重要的 文化上高 或者宗教上高的一些看法 所以現在就開始有一個限制 大家可以遠觀 不可以再爬石 所以很多時候 其實政府都有角色的 你看到 譬如說大寶礁 他們很意識到 如何限制 旅遊人士的流量 究竟如何去 執行旅遊業在當地 才可以令到你去看大寶礁 不會去污染到周圍的海洋 令到那個大寶礁受到影響 雖然現在都受到挑戰 但起碼你自己是 意識高一些的話 你就有機會可以做到一些 提早去防備 不會出現一些很災難性的後果 好 我們也看一看 網上很多同學有問題 我先回應 東華三宇李嘉誠中學 有同學想問 我們經常都說 要有一個平衡點 究竟怎樣才可以兼顧到 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育 來達到可持續旅遊呢 呂教授 又是我 其實很多提示 其實很多提示 在軒先生的答案裡 其實軒先生經常告訴我們 我自己的閱讀 其實就算你做生意都好 你都一定會想 究竟你的生意是怎樣 可以長做長有 所以 除了個別的人 當然會不介意 很短賺完之後 打爛大家飯碗 就不關我的事了 但你做一個行業 你總要想著 怎樣去做到 可以長做長有才行 所以你說怎樣可以去平衡 其實有很多種方法 最後可能是政府 用措施去做 但是你的行業本身 自己有些行會 或者可能是同業 自己互相之間 都知道有些事情 你做得太過分之後 你的後果會是怎樣呢 這樣 譬如 很坦白說 我經常都會看到 就是 在內地某些城市 或者有些旅遊景點 就真的可能大家 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可能是不同的單位 市外 市內的不同的單位 可能大家都爭著 趁了機會去做那個旅遊景點 去做紅它 有時候出現了 就是如果你剛剛放假去到 我不方便具體說哪個旅遊點 說在這個堤壩上 我試過住在一間酒店 早上六點鐘出去神運 哇 漂亮得不得了 坦白說 那個確實是中國國家的 一個非常漂亮的旅遊景點 但是一到九點鐘之後 你看見整條堤都是人 就是有一條三四公里的人龍 然後每一個都是逐步逐步走 你只能覺得是 怎麼可能去旅遊呢 這些就是你自己的業界 自己本身能不能夠做一個 自己制約自己的一些事情 如果不是的話 一個人做了破壞 整個行業就沒有辦法 長做長有 所以回到一些地方 看看市場 自己本身能不能夠有些機制 去做到這個平衡 我覺得也是重要的 剛才阿萱先生 有舉過一個例子 就是簽證 發展中國家和已發展國家 他們對於做簽證的手法都有不同 有同學問到 如果是這樣 我們是否其實去發展中國家旅遊的時候 限制少些會開心些呢 當然這個很取態的政府 他的政策是怎麼做的 其實我們任何一個地方都希望 每一位遊客來到自己的地方 或者國家是開心的 這是一個一定是大前提的 所以在未發展的國家 其實他們沒有包覆 所以他們真的可以大膽去看自己有什麼可以做到 也都可以 如果平衡 只是提到平衡 怎麼做 是否我們整個地方 只有一個旅遊 一個點 所有客人都集中這個呢 如果那個地區或者國家 他懂得在人客 客量不停增加的時間 開發周邊其他的旅遊景點 讓客人可以去其他地方 即是說都是這個國家 但譬如以前一個地方是一萬人 現在兩萬人都是一個地方 不行了 你多開其他的地方 還有我們都要顧及居民的感受 現在很多時候 為什麼有一些地方的居民 他會反對這麼多遊客來呢 因為他們並不是 這次遊客多的既得利益者 你怎麼去做到 大家都在這個旅遊發展得好 而大家可以同時 是分享到成果 這個是有一個政策 令到大家都可以做到 大家都會一定是笑著臉 歡迎每一個客人 就住旅遊業 對於發展中國家 以及已發展的國家的影響 在場的同學 有沒有問題 或者意見想發表呢 好 這位女同學 大家好 我是黃小芝中學的葉新華同學 我就想問一下 剛才就有提到 其實可以業界作出一個限流的行為 但是我們之前都說到 其實現在自由行是越來越普遍 關於一些真的自由行的旅客 其實是否比較難以管制呢 因為就例如香港早前出現 就是有個打卡勝地 但是就會嚴重滋擾當地的居民的一個生活 其實如果是關於這些自由行的旅客的話 因為不是通過旅行社報名 就業界難以作出一個限流 而政府似乎也都很難就這件事 而作出一些政策來幫助 其實面對這種情況 又能夠怎樣解決或者改善呢 多謝 謝謝葉同學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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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其他地方來的 旅遊業界真的很厲害 也有些什麼叫做深度的道想 深度的道想 會提供很多方法 告訴我們 雖然將在這個地方去那裡 又拍不住相機也不能去 不住 不過其實我們想感受一下 從一個文化的角度 或者從一個旅遊的經驗角度 去了解一下這個區裡的特色 或者從一個電影旅遊的角度 究竟那部影片拍攝的時候 這個背景是怎樣的呢? 他們有很多種方法 是帶你去做的 所以我又不擔心說 有這些情況出現,一定只有衝突 而沒有解決的方法,但其實也有的